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博华先生 是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 1月20日浦东新区州府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门诊 各报告一例已是新冠肺炎病例 两例病例息夫妻关系 20日晚经市区接控中心复合 两人核酸检测接驳 均为阳性 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 经专家会诊诊断委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经年夜排查 截止11月21日八十 已追踪到上述两例确诊病例 在户密切接触者86人 其中家属6人 已全部落实隔离观察措施 完成首次核酸采压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这两例确诊病例女儿 就读的学校已落实好隔离 检测 消杀等相关措施 全部改为线上教训 国务院联防联工机制的有关要求 警示防疫指挥部研究决定 将浦东新区周浦镇 明天华城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的风险等级 目前保持不变 中风险地区相关人员 原则上不离户 血细离户的 续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